从公司创立以来 我最在乎的就是为屋主打造独一无二的空间 要怎么样验证独特性 我觉得参加国际比赛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那象征着我们团队掌握国际趋势的一个专业实力 同时也肯定我们付出努力的点点滴滴 这样的一个根源是我们期待为屋主打造的一个设计美学 设计思维的转换很重要 以The Helperthic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希望艺术不受限于一幅画的画画 而是试着让一道沙发背墙化为以众不同的一个艺术端情 这道墙的设计不会单单着重在硬体的考量 我们舍弃传统的这种对称方针的概念 应用意大利环保建材还有木工铁剑以及镀钛金属等等 去做出比较大胆强烈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划 从硬装软装色彩到定制的手柜艺术化都要事先规划 其实一场空间的独特常常是经由我们团队 不断的实验创新验证才得到的结果 我们独有的实验精神也展现在餐厅的主体想象 一般编织坛的一个运用都在地上 但我们希望转换材质的语言成为立面造型的一部分 透过创新的做法来述说屋主空间的一个故事 设计师需要有判别雾框的能力 像我们Eastern Newclist Club这个案子 是一个位在台北半山腰两层楼的一个别墅 虽然有大面的窗景彩光很好 但也有过量大而不当的一个问题 格局上我们让回家的场域由窄而宽 营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种视觉效果 我们选择风窗在餐厅设计出整面的主题墙 比于常见的一种新古典的做法 我们融入东方回制的这种元素 来营塑独有的中西合并的新古典峰 重新去定义我们认为的空间风格 我觉得不管是来自空间或者是屋主的这种需求挑战 其实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养分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我才有机会去传承分享给新一代的设计鞋子 也因为这些困难 才能让德比不断地去一个突破创新 成就更多独一无二的空间梦想